跟着得业混 三天饿九顿 跟着得业跑 小命都难保 大家好 我是干啥啥不行 吃饭低迷的大巴姐 最近弄了粉丝群嘛 巴姐没想到大家这么积极啊 这信息滴滴滴滴滴 就想个不停 看来巴姐舞还是挺有魅力的吧 咳咳咳咳 还有没进去的小伙伴啊 不要着急 巴姐正在努力的安排 在这提醒一下某些绅士 注意车速啊 巴姐可不想这群聊着就没了 最后大家不要忘了 点赞关注巴姐又 救命 这次啊 德爷将来到老郭的富量山脉 听说这一期 德爷还吃上自主餐呢 巴姐已经叫好外卖 哎 你们呢 这里的地球非常的崎岖 还有战争遗留的地雷 除了摄影必备品之外 没有带任何的食物和工具 甚至连头发都没有 开局老规矩 领光折射的原理 判断方向 这是辈爷都学不会的天赋技能 确定好方向 注意啊 很尴尬 一艘大山挡住了去路 德爷这头还是不够铁 只能想个办法绕开啊 巴姐没想到 这开局就这么不顺利 哎 该不会又又挑战失败了 德爷并没有慌张 因为他知道古老东方的旧语 随随念叨 五日三省五身 瓜姐比基尼了吗 比尔姐露脸了吗 今天投币了吗 喂喂喂 比尔姐我可没听过这种语啊 在神秘东方力量的支持下 德爷来到了全新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这儿有河水 德爷实在是太渴了 立刻嘟嘟嘟嘟的喝了起来 天然的才是健康的 好喝 要解渴 虽然不知道这河流流向哪里 但是德爷觉得 啊 可以冒险啊 毕竟这一路都是能有水河呀 要不是这暴雨突然要来 德爷就要做卧德法出来了 现在只能给救援组的小哥 打个电话报平安了 但这只是两智一冲呢 根本联系不到啊 小哥没有接到电话 非常担心 外面下着大雨 希望他能够找到多余的地方 明天还没电话 就得出来救援了 德爷这边已经找到了生动多余 不断地鼓励自己 并计划着明天吃什么 果然啊 这无论环境多么恶劣 德爷都不忘了吃货人生 哎 值得不得学习啊 第二天到来 德爷第一时间就跟小哥打电话 喂 是我 我昨晚说得很好 明天吃深呢 OKOK 没事就好 记得明天口我呀 一日之际 在于晨 德爷开始准备制造沃德法 周围的材料非常充足 很快就完成了 德爷还开玩笑说 啊 他认识福祉德 这个法子肯定不会沉 看来德爷还是低估了自己的重量 获得法秒变半前挺 他表示除了屁股有点凉 哎 一切都挺好 还不忘用大疆无人机探测一番 此情此情 而且我想迎试一声 啊 小小座牌 江东友 我为青山的两岸 好试 好试啊 哈哈 德爷玩得很开心 但是肚子咕咕叫 我真是饿得不行 又是造伐 又是滑水 一般人啊 早就受不鸟了 也就是德爷能撑到现在 还好 发现有花果吃 并竹根将果实全都打了下来 这下终于能吃上东西了 这果实看起来挺好吃的呀 德莱全不费功夫 吃饱后的德爷还是想觅食的 可是这暴风雨又来了 只能先找个地方 避避雨啊 德爷一路寻找 突然发现有个完美的避雨地方 他把德爷乐得 哎呀 嘎嘎嘎嘎的笑起来 趁着现在雨婷赶紧生活 将身上的衣服轰干嘛 而且有情提醒 山上一把火 所长爱上你 在德爷生活时 就一直留意着这虫名声 现在火已经弄好了 他决定要和鸟争神 刚进去里边就抓到虫了 还炫耀自己是抓虫小能手 哥 哎哟哟哟 这刚好说完 虫子就拔腿就跑耶 嘿嘿嘿嘿 德爷只能救了吃这小腿了 又往前面寻找了一下 哎呀 发现这虫子没有颇远呢 吃而复得 当然得一口咬下去了 噢 嘎嘣碎鸡肉味 德爷觉得还不过眼 又点了一份有志的早餐 噢 又吃一口 这次是牛肉味的 这边最高级的食材 就是千足虫 只需要火上烤一烤就能吃 妹妹到德爷都说不出话来 伯子觉得 只有德爷的铁味能吃这些 现在一天到来 德爷继续滑水前行 现在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得换条路线了 高级地图 重新为你导航 这次选择了走山谷 现在的水流湍积 就几米的路程 已经累得不行了 刚登岸才发现 这山非常陡峭 真的是刚拖苦海 又入火坑 德爷太难了 他累得不行 直接原地休息 打算明天再让这山长征服 现在已经第四天了 利用这些竹子 做了一个简易的水瓶 蹲蹲蹲地喝了起来 哦 一些准备就绪 重养 这边路并不好走 德爷一直在阿巴阿巴地吐藏 一不小心就 还好还好 德爷的摄像机没有碎 老打工人了 这刚起来 吓了一跳 看看那地雷 只要再靠近点 哦 就有可能真的不接了 收拾一下心情 继续向上攀爬 要不是德爷 将竹子里面的水喝完 都不知道 现在没水了 得重新寻找水源 不如姐默默喝了一口雷笔 嗯 得舒服 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德爷不停地鼓励自己 山顶的光打到了他念书 爬上去看一看 哦 这风景是真的好看 远风神呼哟你 德爷现在又得往下走 寻找水源 他相信水往低处流 山脚肯定能找到 还别说了 还真让他找到了 立刻让自己清爽一番 嘴上说着这事不行 身体却很潮实嘛 看他有点得意的样子 这边的食物也是非常丰富呀 蘑菇水果随便吃 哦 难道这就是你们说的自主餐吗 看来我还是太年轻啊 吃饱喝足后 再来吃个美容教育了 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第七天了 一直沿着河流行走的德爷 发现了个山洞 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进入山洞 再加上村庄就在山洞附近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想要进去探险 需要足够的火把照明啊 刚好这边有龙脑香 可以制造燃料 而且默默给套剧组点了个单 收集树枝很简单 只需要将火放入树洞 就可以让树枝留了下来 这树 要是能说话 天地就会说 感觉是你被掏空了 现在德爷只需要好好休息一晚 天亮啊 德爷第一时间就去查看树枝 哇呜 满满两块树枝可以用诶 像做蜡烛一样 把树枝混合木渣 灌入音乐里面 这简易的火把就完成了 进入山洞之前 先通知救援小哥 喂 我准备进山洞探险了 这太危险了 不要进去啊 不定不定我就要 好吧 德爷这次又忙过去 不知道德爷这次会不会又失败呢 进去之后 画面就变成了鬼吹灯模式 大路越来越窄 德爷实在太紧张了 火把都给弄散架了 这环境就卡突然来了剧 握握头一块钱四个 哼哼哼 我虽然气灭了 但还好有摄影机的灯可以用 又走了一段路 就在德爷准备放弃时 突然听到 你要永远相信过 德爷瞬间充满力量 继续往前向扫 哇哦 前面真的有光流下了 德爷成功地走出了山洞 更幸运的 前面就有现代建筑 证明这次挑战成功了 仅仅八天 德爷就可以回家吃大餐了 下期 德爷将来到阿塔卡马沙坡 这是最干好的地区之一 他许恶三天 装备全靠剪的他 还会遇到什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今天德爷的故事讲到这里 关注大班线 我们下期再见